建立网站开始 建立网站的概念 其实建立网站这个概念是从 整个网站设计里面来的 基本上网站设计里面 然后你建了一个资料夹 建一个新的网页 这个网页一定是HTMO 那这个网页的名称 反正你记得就是说 一定要存档的时候 存成index.htm 另外的话 在页面里面如果插入 JQ Mobile的页面的话 它会自动帮我们引入 这个JQ Mobile的函事库 直接放在我们的根目录底下 这个时候的话 你再把那个页面加进来 做超连结 然后页面标签里面 如果你要希望增加有上一页的话 比如说点击 里面就关于本页好了 这个点过来 那它能够回到上一页的话 记得这个我想前面都做蛮多的 这个未来当然一定会常常用到 你只要在什么呢 这一个page 特别注意 因为很多同学做错事 选的时候没有选到整个page 而是好像选到 里面的 其他的 比如说叫content 那就没有这个东西 即便有设定出来 也不出现那个按钮 另外 那个什么上面的text文字 颜色稍微改一下 那这个是上个礼拜 大概比较重要的部分 那我们就后来增加了三个page 1 2 3 然后把这个page加上去 一样可以做超连结 另外的话 这个page上面呢 我们会需要把它变成 本来是超连结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按钮 OK 那未来其实在 你的手机里面 其实最方便 点选的话 还是用所谓的按钮 或者是this view 或者后面我们可以讲到 叫net bar 来显示会比较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假如你做超连结 用滑鼠点很简单 但是用手去点 其实点那个超连结 有时候还点不准 如果旁边还有其他超连结 有时候常常点错 所以 当像你们如果在手机里面 开浏览器 去开网页 你会发现常常在那边 放大缩小 放大缩小 那 所以会有容易出问题的状况 那我们怎么样把那个 超连结 变成按钮的动作 我特别注意 里面牵涉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 如何把它变按钮 答案就在这里 一 有没有 Data Raw 要叫Button 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要怎么去 让前面加上一个Icon 有没有 Data Icon 后面有个什么 Icon的 它的名称 那如果你是 那个 June Weaver里面 因为它用的是最 最旧的版本 好像是1.0吧 所以它的 这个Icon的话 只有17个 但是用最新的1.45的话 它的 Icon的数量 多达到2、30个 甚至超过 所以 当然用旧版 新版 差别只是引用的 还是不同 因为你将来可以再 把它换成 比较新的版本 另外的话 还有颜色 颜色是从这边 Data什么 这个Sing 有没有 我前面讲过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 蓝色的话 那这边是什么 B嘛 黑蓝 银灰 黄 总共五个颜色 当然呢 未来这五个颜色 其实在 一般实作上 相当的不够 所以 未来当然 我们还会需要 怎么样 自己去定义颜色 那自己定义颜色的话呢 就没有限制 颜色非常多 那去哪边 定义那个颜色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如果有兴趣同学 你当然可以 找到我上个礼拜讲过的 这个JQ Mobile的关键字 你就可以找到它的官网 在它的官网里面 就会有一个 那个Sign Rover的 这个网站 点进去 那就会有 那个JQ Mobile里面 这边有个叫 行吗 它的Sign 加S 表示说呢 你可以置定 那我们本来是A 到E 后面你还可以 自己再变更 那可以增加 非常多的布景主题 那Sign Rover 点击进去的话 它这边会跳一个画面 那实际上 那你可以get rolling 就是你可以自己再去增加 那版本它有区分这么多 不过你要确定说 你现在用的版本是哪一个 因为如果你没有对应到 正确的版本 即便你做好的 那个布景主题 它也不会出现 会有问题 那这个到时候怎么做 也许我们 再来谈好了 有兴趣同学 记得第一个 就先把它改成什么 1.01的 我们因为JQ Mobile是用最旧的版本 然后你 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要变更这个颜色的话 那你只要什么 拖拉这个颜色 放开 颜色就变更了 然后比如说 这边也要变更 放开 颜色就变更了 那这个也要变更 放开 颜色就变更了 那如果你这颜色不OK 但你也可以 再去变更它 选完之后 这边有什么 download 你再把那个 它产生的CSS 放到你的网站里面 盖掉 那你的A 本来是黑色的 就会变成这颜色 以此类推 但这个 其实不是算很复杂 如果有兴趣的 真的不是很复杂 我是说会的话 OK 那其实在我部落格里面 有分享 比较完整的 所以如果你google一下 我之前有po那个部落格 怎么做 如果有兴趣 自己再玩玩看 然后后面还会再讲到 这个很重要 因为如果说一个APP 只有那个五个颜色 说真的 真的感觉太阳春了 所以如果说你要变换出 这么多种颜色的话 那其实你的APP 第一个给使用者的感觉 哇 就是炫 就是不一样 但是你要搭的好了 因为有的人 搭的不好 给你太多颜色 反而感觉好像那种 有点像是那种 什么 电子花车吧 感觉 大杂会 什么颜色都有 但是感觉搭的就不好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有兴趣同学 自己再到那个 JQ Mobile的那个官方网站 官方网站里面 当然有很多的资源 其实有空的话 你们也可以自己来逛逛 反正这里面我讲过 Demo Demo里面就有 我们最新的版本 的那个什么 相关的元件的介绍 包含Button 包含后面的话 我们还会用到 Icon Icon里面还有Icons 有哪一些Icons 这边它都有 一相关的Icon的名称 因为这个是最新的版本 所以它Icon 哇好多 多了很多 这么多 所以如果你引用的是 1.45的版本 那Icons的数量 也会比较多 多一些些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请各位 稍微把那个 上次的东西 再把它完成 所以我们多了 那个按钮 那假如你上个礼拜的东西 如果没有存到档 其实要恢复呢 也非常的快 最后完成的程式嘛 其实你想要怎么样 把这边头 跟这边的尾 贴上去 就会恢复到 上个礼拜的地方 然后把 上礼拜恢复一下好了 1.假设你上礼拜 没有对不对 你可以先新增一个 资料夹 也许你先新增一个 资料夹在桌面上 好 那个桌面上 你新增一个 那个资料夹 也许是 CH6 假设我们这边的话 CH6 然后你就直接 这个地方 网站新增一个网站 一样是 给它一个叫CH6 然后引用 对应到的 目录是桌面上的这个 CH6 这个 按全取 储存 第一个完成 第二个你需要一个什么 需要一个index index的网页 如果我建议你 先把它改成传统 这个必要的 然后再新增那个网页 新增一个网页 新增档案的地方 记得选择HTML5 按个建立 按个建立之后的话 接下来 不要急着 马上把那个云端上的程式贴上 你还需要多做一件事 在body中间 插入一个JQ mobile的什么 页面 为什么呢 因为需要多这件事情 怎么样呢 引用那个JQ mobile的韩式库 如果你有插入一个页面的话 第一次 它会帮你把JQ mobile的韩式库 包含它的那个 比如说 CSS档 跟它的JS档 就是JavaScript 介面跟程式 通通都引用进来 那至于引用哪些 这个地方按个确定 好 这个时候的话 先把它存档 存档名称的话 就index.html 这个名称都固定的 请各位 不要自... 引用进来 它引用这些 按一个确定 在这里出现 重新整理一下 这个出来了 那你把什么呢 把这个时候的index 如果把它 假如你上个礼拜 没存到档的话 你就帮 把那个 我们上个礼拜这个 Ctrl C一下 Ctrl V一下 再做什么呢 分割 即时 像说要不要 for 4 好 本书 出来了 上一页 内容 上一页 马上又回到 上个礼拜的东西 那我们上礼拜 还有做什么 这个东西 叫this review 那待会的话 我们还会需要做什么 做叫net bar 我去 net bar就是导览列 因为你把这四个按钮 放在这里 感觉丑丑的 我如果把它放在下面 放在这里好了 各位应该都有看过 那个一般的手机 下方固定都会有 那个 可能你需要的主要的按钮 那个叫导览列 那个导览列该怎么做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请各位先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部分 先做一个恢复好了 如果你上个礼拜有存在档 你就直接到一样 然后在这里面 还是一样新增网站 还是一样对应到那个网站的资料夹 然后把里面的index.htm打开 它就恢复了 那如果不是的话 没关系 你就照我刚刚的动作 新增一个资料夹 也许叫ch6 照桌面上 然后再把那个云端上面 我有把它备份的那个档案先把它贴上